最后的展览的名字把它最后取成了圆 因为圆本身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形 但是又有非常多的寓意在里面 任何的一个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思考的圆点 它并非要把它拉到一个同一个平面上再去思考 所以我想今天用圆去进行一个思维的重新的开始 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开阔 但实际上我呈现的作品都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圆 它里头都有含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在里面 所以它的圆后的那个本质是大乘若缺 大乘若缺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去理解 就包括我现在也并非真正能够理解的东西 因为2020就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就在家里边 因为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种变化 往后整个的时间感觉戛然而止 所以我就是为了我女儿在未来 然后我想我应该慢慢地做一个窗户 然后但是我是慢慢地一点一点拼 所以这个作品就持续了挺长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我就不断地把它发展 发展成现在的这件作品就叫大乘若缺 因为我想想到人一直在追求完美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局限性 然后我们的视野都需要不断地再去拓展 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 往后相互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比较少 它需要重新再去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桥梁 但是这个桥梁组织多了以后 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圆的 但是它又并不是每一个缝它都可以无缝衔接的 所以它一定是缺的 但是要想真正达到那个大乘 就一定能够容忍缺的可能性 所以大乘若缺 它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存在